这样的恩情,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能偿还的,莫泽是我的男人,我不希望他还欠着别的女人的恩情,只是,要怎么样才能替他还了这恩情呢? 我想想办法,这恩情我替你还了,以后如果有什么事,你不要再瞒着我。 我是男人,怎么能试试由你来扛?放心吧,我会想办法还掉这份恩情的,阿九。 哦,凤九看着他,见那一脸肃然冷立之色,不由有些微压。 这片大陆,不会是我们最终的停留点,若想主宰一切,护着我们所想护的人,那就必须变强,直到可以站在世间巅峰之处。 所以,我们一起来修炼吧,修仙直到九重天,九重天上天外天,灯仙梯上通仙路,悬光门内分天地。 蓬莱仙岛,我们还得再去。 你的意思是,我们去蓬莱仙岛,从灯仙梯去到那扇门后面的地方修炼,提升实力? 嗯,我们的实力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,但在我们之外, 还有更强大的人存在。 想要做到无拘于任何人,就要站在世间最巅峰。 我想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,让所有人分享我们的幸福, 让你不再聚于世间的任何人,想许你一世无忧, 而想做到这一切,只有成为至尊强者。 好,我们一起去修炼,一起去走灯仙梯,一起去那门后的天地,一起成为这世间至尊强者。 不过,这灯仙梯,估计得一年后才会出现了。 没关系,这一年,我们可以将这边的事情都安排处理好。 这倒也是,那我们的儿子怎么办? 说真的,他的身世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,若是留他下来,我不放心。 可若是带着他,我又担心没人能照顾他。 而且,那灯仙梯若没有仙帝级别,只怕也是走不到上面去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